2018年是姆巴佩的幸运年,在世界世界杯上打破球王贝利,保持几十年的记录,世界杯上夺得冠军,更是赢得了最佳新人奖。 姆巴佩的梦想就是像偶像C罗一样穿着七号球衣征战球场,昨天她的愿望得以实现,俱乐部主席亲自将七号球衣交在她的手上,去年夏天刚转会到大巴黎的时候,俱乐部安排她挑球衣,所有人都知道姆巴佩最爱的是七号球衣,这是因为C罗的标配。 而当时大巴黎七号球衣的主人是巴西人小卢卡斯,姆巴佩作为一个刚来球队的小年轻,还是选择了她在摩纳哥时期的29号,随着小卢卡斯转会英超七号球衣也空出来了,早就传闻新赛季姆巴佩将穿七号球衣。 果然就在昨天,大巴黎官方公布了新赛季的客场球衣,也宣布了姆巴佩将会在新赛季改穿七号的新闻。 球迷惊奇地发现这次的球衣竟然选择了纯白色,球迷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,新赛季的球衣是全白色胸弦赞助商都是和黄马一家,不注意看还以为是黄马球衣,看来俱乐部为了姆巴佩也是煞费苦心。 法国媒体巴黎人报也表示,这次姆巴佩选择七号,是为了致敬偶像C罗,众所周知,姆巴佩从小就是一名忠实的C罗球迷,他还在小的时候与已是天皇巨星的C罗合过瘾,并且房间里贴满了C罗的海报。 俱乐部看见姆巴佩对于C罗的迷恋,加上C罗离开黄马控出来了七号球衣转会市场一次,又一次的传闻黄马要买姆巴佩。 俱乐部主席为了留住,姆巴佩干脆就把球衣设计成纯白色,就是不知道大巴黎能用白色的七号球衣留住姆巴佩几年,但是相信姆巴佩一定会像偶像C罗一样成为一个盖世英雄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